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期权报局,又是Marco,和大家继续分析今星期的大市走势和期权策略 刚刚星期六时,和加拿所交易说了,弄了一些PowerPoint就无谓浪费了 拿回其中几番重点来跟大家说,上星期五和大家在财经团队做节目,一口气地跟大家说 在今天所说的,说的东西有很多,其中有几个Point 如果针对大市分析来说,提及到其中一件事是如何预计按针的问题,住民控制如何预计 而这件事在节目上不跟大家说,但其中一个Point就是说,在一个大牛市的情况下 这一转,从16年,17年升上来这一转来说,其实你会见到市如果出现一个比较明显一点的大幅的调整呢 就是动下就是说9-11%,但如果调整相对性来说比较少的话,就大约3-4%左右 那也都因为这样,在三文娜的时候就跟大家推过的情况就是说,这一转来说呢 其实如果根据大牛市的调整幅度来说,看你是出现一个叫做相对性来说,小型还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调整 如果牛市未死,那小型调整的情况下呢,3-4% 其实在上个星期五,就正正由高位27,800回落来,大约回了3-4%这些位置 所以其实已经符合一个短期见底反弹的条件 但是如果一个市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一点的调整的话呢 根据过往一个大牛市的记录来说,就有条件是回调整至9-12% 那就是说,起码到24400几点至25300几点这些位置才会完成这一阵的调整浪 那这个是其中在交易所那场讲座的时候,其中一个分析有很多个点 是跟大家留意的 那另外一个关键的情况就是说,跟大家在交易所讲座也提及到就是说 这个不是交易所讲座,是交易所讲座完了之后 这一刻上回来,我们终了23年那时候,跟这一刻说过一下的 那之前的市场在一千亿成交,过了一千亿成交 就是8月1号、8月2号,我指着这两天来说 那时候再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市场还未见一千亿成交 如果见到一千亿成交,就密切留意着市场何时会见顶 就是会不会有能力是保持一千亿成交,然后破顶冲上去 那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下来说,就鸡犬鸡升 否则来说,其实如果一千亿成交出现了一千亿成交 这个息路之后,市场未能成功继续破顶的话 就随时有一个准备见顶的心理准备 那时候有跟大家说的 就算财警台节目也有说 那时候8月1号、8月2号出现了一千亿成交 那我就说了,密切留意着这个三只手指顶位这个情况 那你会见到8月2号这里很明显出现一个我常提及的三只手指顶位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阻力位 如果未来成功是确认向上突破这个位 那这个市场的有能力是进一步是继续向上的 如果成交配合的话,还计犬皆升 那否则来说,就要小心一点点 那接着,在8月8号、星期二建计之前 8月7号,那个市场曾经是高位是升穿了 8月2号、星期三的顶位的 那时候来说,最高位曾经升到27720,但是曾经满下来 所以根据我常说的突破定义,这个不算突破 因为我要收市的升穿了8765 它曾经只不过高位升穿过8765 但收市的满下来,我不当穿了 那到8月8号,那个市场顶那天 成功收市的,升最新的顶位27720 就是我画了一字下去的绿色 那就是我所说的,是完成的突破顶位的第一步 但是,如果我要有两步曲 那这个8月8号,星期二的顶位27808 再穿了顶,哪怕一点都好,市场就爆上去 但是一千亿成交之后,在接着礼拜三 跟着又对穿了15分钟底位的时候 那时候,市场基本上的情况就是 短期应该见过顶位的 所以满下来是很正常的,类似是这样 用大家分析,然后很轻松地赢了这一层钱 上周五亦都跟大家分析了,如果你用那些 期货盘路等等这些分析方法 其实,你怎样都好,市场对穿了27500 再突破了,即是见过市场 又冲破不到8月8号,即是二顶位 期货盘路又对穿了27500 当你再慢一点,之前27363,这个低位都穿了 怎样都好,这一转是一定要沽下来的 这是之前所剪出来的情况 然后上周五跟大家做节目的 就跟大家提及到 这些人一定是这样的 叫他高位沽下来,他又不肯沽 然后赶下来,大成交 连续两天大成交,赶下来 然后开始害怕,就问什么时候见大些情况 我上周五做节目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及到,密切留意着 26860这个位置 根据期货盘路来说 这个MegaHub提供 Powertaker的Sophia 就找到这些重要的转接位 26860我说过,如果 今天星期一,上周五说的 财经节目 如果,因为上周五 收市就收在26842 就刚刚在26860留下一点一点 低一点 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穿,什么是不穿 我不会随便说,跌穿26860 小时我就当是穿 我要符合某些阴阳族的形态 我才当是穿 那在上周五,我就跟大家说过 密切留意着今天 26860这个位置穿不穿 如果今早是星期一来说 升穿首15分钟顶位 那市应该是短期见底的 就会继续夹上去 否则呢,如果站在26860楼下 再跌穿15分钟底位 那市就会有条件继续跌下去 那这阵跌下去,就会不少东西的 我是这样跟大家分析的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外面那些报纸、杂志的节目 那些节目呢,他们很稳定的 之前呢,大市呢 一千亿成交往的时候呢 就是这些位置 那跟大家说过市呢 有机会见三万二的 那跟着来说呢 市就正正在这些附近呢 就滚下来 那在上周五 那恐慌性趴数堆下来呢 就跟大家说 市有机会呢 调整到大约六式这条线 五十天平均线 这些位置 大概26300楼、26400楼 这些位置 跟着 其实再之前呢 就说调整到27000楼 星期四的时候 我记得 27000楼了 星期五堆下来 跌穿27000楼 就说会堆到去 五十天平均线 26300楼、26400楼 那到到跟着 星期五 夜期收市 美股都收了市 ADL呢 见过市略为 跌回上去 最新来说 见过市略为 跌回上去 27000楼 左右 就会说 短暂反弹 弹完也是会跌的 那跟着 今天站在27000楼上 跟着就说 就会转态 转到一个 我简单来说 就是说 我们做trade 你不要那么容易 受市场上的评论 去影响 因为我不断的 市场上 只有一批人 他是看着 布置 他不是做一个 分析的动作 他是做一个 独心的动作 即是 就算我交加日数 我之前都很怕 有些人 在这不断的 叫我记住 说 现在美国和北韩 局势紧张 就有利金价 记住提醒 这些人 在这些情况 我心想 你就是叫我读新闻 我最新就是读新闻 因为 为什么呢 我们做trade 我们是要留意 那个消息 究竟反映完没 而不是说 出了这个消息 再去跟着这个消息 做买卖 因为这些消息 有可能已经反映完 我们要衡量 就是消息的力度 有没有能力去持续 那我就会跟着某些消息 再配合某些技术分析去判断 如果 我在 有听着那些人 是这样说的 那基本上 你是跟着买金 因为 你一看今天金价的走势 就是对的 那我那时候 就是要教你 如何去执行这些位置 之前 在上星期五 就是跟大家提及过 留意着二六八六例 看看即使的表现 那即使的表现来说 今天开出来 这个五分钟图 投了十五分钟顶低位 曾经一开波 是对穿十五分钟低位 但是 根据我以往 经常和大家说 你要收市的对穿十五分钟低位 再对穿到底 才当穿 那由头到尾 这一转 是不当穿的 之后 成功收市的收穿 十五分钟顶位 你叫我写字 红色的 圆穿一字 完成了第一步 之后第二步再穿到顶 就确认市 之前我所说 二六八六零 这个关键位 是没有对穿的 今天市场就开始转移上去 如果你炒即使 走到百多点 要整理这个即使百多点 就一定没有什么难度了 如果你用我新的方法 入市的位 就更加入得更漂亮 那这个我不会在节目说的 那这个问题 现在去到最新的一刻 通常人们就会问 市场再走下去又如何 有几个点要留意 通常传统的技术分析 我自己觉得 50天平均线的确是一个位置 但我不会这么简单 纯粹拉到50天平均线 我通常就会再加 将50天平均线 减1% 去拉到这条线 就是这条线 这条线 这两条线 加起来 在个案来说 就会看到准程度 这条线 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纯粹是说 50天平均线 一个位置 你会见到 它经常是假穿 之后就会升上去 我自己要 做过我的节目都知道 穿就穿 不穿就不穿 我不喜欢说 这些无灵两可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说 如果50天平均线 我会减1% 这些位置 参考价值才会大 不是这样 单纯拉50天平均线 就是大约26300 以上 但是短期来说 经过今天 确认短期见底的情况下来说 其实 我自己觉得 有可能 市场 就是会先夹一夹 会不会穿27808 有可能略为穿 不足够 我不敢说 总而言之 这个情况就是 现在很多人又说 跌了 跌到50天平均线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容易 跌到这么快 不排除市场在这处夹 让人以为 26834 就是上周5 见了低位 引那些人去进货 去做好了 之后市场又跌下来 接着这些人又跌下来 就是打他几个假动作 之后市场才会 重力 再进行另一寸升浪 或者跌下去 向50天线重化 暂时我要再观察 但是暂时看下去 就像上周5 26834 已经见了短期低位 那你说旗权策略来说 很简单的情况下 之前 在这位高位 上周5 其实 在深波幅这么高的情况下 见到 提及过 26860 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位 就应该去找位做 做 当你没有做 今天 确认了短期见底的情况下 都应该去找位做 做 暂时短期来说 我会觉得市场 这些位陪回住 下周3 升高一点 跌低一点 就 升高一点 就看到市场大力 夹上去 接近大约 27800 左右 才找位做 做 在27000 以下 这些位置 或者27000 一流下 就做 暂时 我会谈到这样的策略 未来的市场 比较关键主要 一定是 今天星期三 腾讯 公布业绩 那时候 市有可能 就略为 抽到 今天 你也是靠着 腾讯 夹上来 那些市场 可能就是 在那星期三的时候 也会升到 27600 附近这些位置 接着 一公布业绩 好消息出货 接着又回来 暂时 我倾向是这样走 再看完 我星期三 就看了 腾讯 公布业绩 再进一步 跟大家分析 今天 up 就up 这些 星期三 再跟大家跟进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